黃毓民議員,然後梁國雄議員 主席 香港人在內地觸犯法律被拘留 然後長期拘留,親人探望不到 這些問題是講了很多年 我記得在09年財委會 在討論駐內地辦事處的預算時 陳偉業問你老人家一個問題 當時你當局長 你辦事處的人可否去探望這些香港人 你的答覆令我們非常憤怒 然後說了一句非議會議員 搞到軒然大波 陳偉業就被財委會主席劉偉卿趕了出去 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你今天答何俊仁的時候 你都沒有答到 其實如果他們出了市 受到這些不公平的對待 當然內地的法律你答了 那你不公平 見仁見義而已 見仁見智而已 兩地的法律都不同 我們就可以干預他 但要你在行政資源隊內擺了這麼多人 找人去探討他們了解他們的情況 你現在的問題是不做 然後你剛才說有些自願機構支持他的自願機構 有津貼給他的自願機構 有甚麼自願機構做甚麼 所以我覺得是很過份 事實上每年都很多 你知道嗎 我們辦事始終接到不少 你根本不能做 找人大代表 我們香港這麼多港區人大代表 你沒辦法 裡面出了事你就預料了 不要說你是香港人 在內地做到很大的官 都被人家雙規都搞你兩年都還可以 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裏面的司法制度 他終有一天會自食惡果 這個我們就慢慢和他鬥長命 但問題就是你作為一個特區政府 香港人在內地無論是營商 短期居留 他們出了事 你是有責任 在人道上 起碼幫他家人了解他的情況 就是我們一個很卑微的要求 你都做不到 你說給我聽 有個案找你 這樣找你 你做些甚麼呢 是吧 不知幾多的 手頭上都很多在這裏 是吧 那我想你 給一些具體的答復 你現在升官發財 我們這種制度最好的 是吧 沒有問責下台 只有升官發財 這個世界其實都沒甚麼是非的了 已經 我們都習慣了 經過這次選舉我更加明白 是吧 常常說我們暴力黨哪一副暴力 除了抹去衝擊你 是吧 哪一副暴力 是吧 是吧 所以 又是因為有你的官員 所以才令到 議會 出現這種情況 陸續有來 不要笑 不要以為這次一次打散我們 不要發夢 我告訴你 是吧 所以我希望你具體的回答 是吧 做到甚麼 有沒有打算做 很簡單而已嘛 去了解他們的情況 告訴他們家人 讓他們沒有那麼擔心 是吧 施責 主席 我們其實收到每一個個案 我們的同事 不論在香港的 或者在內地的 我們都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去理解情況 還有去跟進的 但是在內地 他們有他們的法規 如果你說是在內地要探監 要不就是親人 要不就是律師等等 我們不是親人 我們不是代表的律師 就算我們同事 都是沒有這個身份 可以去探監 這個是內地法規所定 當然他們也都有一些案件 如果是特別的性質 他們連這些探監的安排 會更加嚴謹的 但是不論是甚麼的案件 主席 只要我們收到 我們確實是有 和有關的部門是跟進 而我們亦都有個案 可以成功地跟進 那些人是回來了的 那現在在內地 我知道他們中央有關的部門 都是很… 主席,他可否給我們一些資料 你給我們一些資料 你說有些成功個案 你剛才說 你給我們一些資料 過去有多少個案 找你求助的 你有跟進過的 你給我們一些資料 黃毓民議員 你要給司長答完 好嗎?他都未答完 黃毓民議員 我會叫我們 政制內地事務局跟進 如果有相關的資料 是會和大家提供的 但是我想說完的就是 就是內地去現在 中央有關的部門 他都是很…看得很緊 在地方 執法的部門 是不是 依足那個法規來辦事 他們是監測的部門 是有跟進的 這個不用你和他解話 林瑞麟 大哥 何必你去和共產黨解話 共產黨就是無法無天 有法不義 九十多人都是這樣 你不要最後幫他解話 幫他鬥 不用了 一定是升官發財 你們這些人 好 不是我只是說過… 好 你是不是跟他解話 真是好笑 現在我說你香港的部份 主席我只是說過 內地發展的事實 給大家聽 好 就是這樣 剛才說師長 你說有資料 或者麻煩提給我們 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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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